血尿蛋白尿 典型的急性肾炎综合征啊 你行啊 你都急性肾炎了 还自己吃药呢 亏你还是医学生 我不就一小感冒吗 怎么还查出肾炎了 来 你跟我说一遍 急性肾炎的病理和发病机制 姐 我现在是病人 行 不跟你开玩笑了 去办理住院手续吧 住院 我明天飞机啊 那你怕是飞不回去了 你要住院抗感染 还要随访尿常规和肾功能 必要的话 还要做肾穿刺活剑 我就一肾炎 怎么还得穿刺啊 医生 医生 小米来 出颤 准备出颤 两脉走 家属请回避 两脉交准备完毕 两脉交准备完毕 黎重 两脉交再一次 两脉交准备完毕 充电 黎重 两脉交再一次 一毫克肾上建筑进推 进程完毕 立程 主任 正常情况下呢 术后一周的时间 就可以给患者取下 艾克莫了 但是患者又严重的 新功能衰竭 一旦降低流量 就会出现心理失常 心衰加重 所以根本下不了艾克莫 他的肺功能 始终没有好者 这第三关难过呀 现在只能肺移植了 孙方敏的情况 现在很特殊 你就算是给他 做了肺移植 像他这种情况 成活率 顶多只有五六成 不做移植 他只能等死 是啊 主任 只要有一点希望 咱们就得救他 如果咱们冒险 给他做了肺移植 一旦出现意外 你别说是咱们 EICU了 就是咱们整个 同山医院 都难辞其咎的 主任 咱们是医生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你想拿咱们 EICU的前途 赌一把 是不是 主任 真的不能见死不救 主任 咱们不能见死不救 这样 如果患者本人同意 我们就给他做医植 如果你愿意做肺部 医植手术 你就点点头 医生 他说他愿意 谢谢你相信我们 我们一定会尽力的 你一定可以看着 你的儿子长大 你一定可以成为 一个好母亲 谢谢你医生 谢谢 根据农场的案例啊 等待飞原超过三十天 仅仅靠 EICU来维持生命的 基本上都很难活下来 所以 赶紧给孙芳敏排队 看看能不能得到 匹配的飞原吧 患者情况怎么样 患者持续血氧低 肺功能已经快维持不住了 而且他一直在昏迷 只能肺移植了 能撑过今天吗 希望很渺茫 有了有了有了 什么有了 肺原有了 好消息啊 肺原已经和患者配型成功了 太好了 太好了 陆主任 咱们赶紧手术吧 你先别着急啊 这个肺原从供体上 刚取下来 送到这儿最后也得半个小时 不过你放心 我们医院已经做了 万全的准备了 由胸外科的李主任亲自主导 等肺原移到 我们立刻进行移植手术 谢谢陆主任 谢谢你们 谢谢 志愿 从哪儿来了肺原啊 说来巧呢 昨天有个小伙子啊 出了车祸了 被送到新任医院ICU 抢救了一天 都没抢救过来 这小伙子生前啊 签过这个器官捐献的协议 他的费正好跟孙芳米配上了 人命关天 我能不着急吗 你 器官捐献协议不是已经签了吗 你们再跟兵家属 好好商量商量 好吧 怎么回事 好像是家属 又不能捐献了 这不胡道吗 这样 我再给你们半个小时时间 必须送过来 主任 主任肺原怎么样了 出了点小状况 肺原是取到了 可是捐献者的爷爷奶奶 到了医院之后 说什么都不让把肺原送过来 救命的事 怎么还带崩悔的 那现在怎么办啊 能怎么办 只能等了 孙芳敏的肺 现在已经完全不工作了 身体肌肉恶化得很快 孙芳敏 孙芳敏情况不好了 小明 医生 来了来了来了 家属回避一下 来 家属请出来一下 来 来 妈 妈 咱出来 小明啊 你可要撑住啊 老师安静啊 妈 陆主任 肺原怎么害不到啊 快了快了 先别着急啊 真快 怎么这么慢啊 我已经以最快的速度往这儿赶了 再上班了 再上班了 这可怎么办呢 小明一定会撑过去的 你别着急 医生 怎么样 放心吧 患者情况已经稳定了 谢谢 谢礼谢礼啊 再不能出什么意外了 再不能出什么意外了 主任 不能再等了 现在孤单还有什么办法呀 这样吧 我去新热医院 把肺原取回来 我一定可以说服捐献者家属 现在正是晚高峰 外面堵车堵得厉害 我怕来不及 我开机车去 不会堵车的 那这样也行 你注意安全 那 我跟你一会儿 别乱说 赶紧 去吧 俩人办法总比一人多 坐完了 走 走 露天保佑 露天保佑我的孩子 沈敏 我以后都消灭了 你可一定要撑出 露天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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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但是 咱浩浩 死了都不得安身哦 爸 这是孩子的医院呢 闭嘴 你混蛋 你什么答案 高医生 这是我们医院的高医生 您好 爸 我们是同山医院急刃科的 我们是来的 怎么 就是你们想拿走 我大孙子的肺 他们是和好的家属 您现在的心情 我们非常理解 那是我 您能理解吗 能理解好啊 你们就别在这儿了 别打我大孙子的主意了 你们走吧 好吗 别打我大孙子的主意 露天保佑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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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淳沙阿姨 你们的心情我十分理解 我们是同山医院急诊科的医生 我知道 现在和你们说这个事 对于你们来说太残忍了 但我还是要告诉你 我们那边有一个患者非常危险 可能肺炎晚一秒钟 他随时有可能死亡 我知道你们继续肺炎救人 我也愿意尊重他好好的医院 可是 你也看到了现在的状况 我爸他 虽然我没有见过好好 但我相信 他一定是一个懂事 乐于助人的好孩子 对吗 是啊 他这么年轻 就做出这么勇敢的决定 一定跟你们的言传身教 是分不开的 他既然签订了这个协议 就说明他想要帮助别人 他的肺 现在有可能帮助到另外一个生命 他如果知道的话也会开心的 行了行了 你就别再跟我们说什么大道理了 什么协议啊 那个协议的 我听不懂啊 反正今天无论如何 我不会让你们拿走我大孙子的肺 叔叔 之前呢我们也接诊过一个病人 是一个车祸的患者 他也是在临终的时候签订了这个协议 他的角膜现在就帮助到了别人 这也是一种生命的延续啊 是 姑娘啊 你说的这些我们都明白 就这些在我们大孙子里了 我们这些也过不去呀 是啊 别人的事我们不管 反正我告诉你 你们别想从这儿 把我大孙子的肺拿走 别想拿走 叔叔 好了好了好了 你不要再说了 我请你走请你走 你要不走我就 别心动叔叔 你给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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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 儿子 好 别走 好 你 乖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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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没事吧 没事吧 投票我一会儿关你 没事吧 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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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主任 肺炎到了 好 开始吧 速度到 希望这样的手术以后不会散流吧 希望这样的手术以后不会散流吧 我希望其他中晚期肺淋巴管激流患者 不要把它当成榜样 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硬气九死医生 医生 医生 真的谢谢你们 小敏的病 让各位费心了 你不用这么客气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那他以后 是不是就好了 如果受惑没有感染和并发症的话 好好地休养 他基本上就跟正常人一样的了 然后如果体力能恢复得好的话 以后像爬山啊这些运动啊都可以的 还有 要记得吃看排医药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不赶时间 你开车吧 骑摩托车也行 我早就习惯你骑肠了 是 你想什么呢 今天要不是浩浩烫白那一跪 咱们也不会顺利拿到飞原 我就在想 是什么力量支撑她 让她这样做的 父慧 这好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 什么是父慧 你这是高考命第一作文啊 我拒绝回答 你回答好的话 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 行 父爱 不像母爱那么自然 那么与生俱来 更像是 某个节点被唤弃的一种情感 虽然我不能理解全部 但最起码能体会到一大半吧 我刚开始照顾小光的时候 什么都不顺 直到有一天晚上 她从梦里惊醒 喊着我的名字要找我的时候 我就感受到在她身上 有我的痕迹 也是那个时候 就产生了一种类似于父爱的情感 这么说起来 母爱的话更像是家 父爱呢就像是家门口那条 通向世界的路 是不是每一个父亲都希望自己 可以成为孩子的路 到死都不会变的 所以 今天的浩浩爸爸 为了完成孩子的梦想 做出那样的事情 支撑她的就是不安 对于任何一个失去孩子的家庭来说 让他们接受器官捐献 其实都不容易 她爷爷奶奶那样的行为 我也可以理解 但是她最后 那么坚决的两个老人 也松了口 不也是因为爱吗 人呢 是复杂的 但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情感羁绊 才能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让生命 以另外一种方式得到延续 我说完了 你的秘密是啥 这不算 你再说一个 再说一个 行 你不说也行 那你欠我一个秘密啊 两位老人还好吗 两位老人还好吗 没事的 只是伤心过度而已 现在吃了药 睡下来 这次我们来是为了感谢您 还有两位老人 我们这次也想跟您交代一下 手术结果 那位患者现在怎么样了 手术很成功 您儿子挽救了一条生命 浩浩生前签署了器官捐赠协议 作为浩浩的爸爸 我为他的行为而感到骄傲 我也是支持的 但是老人家的心情 你们应该理解 平日里我爸妈比谁都同情大理 比谁都心善 但是这回 好好没了 他们白发人送黑发人啊 他们心里难受啊 对 其实我们非常理解 中国人向来讲究入土为安 器官捐赠是近代医学 才发展起来的 别说是两位老人了 就算是年轻人 也难以接受 你们做得已经非常好了 浩浩的生命 也会以另外一种形式 继续延续的 我们也为他感到骄傲 既然二老没什么事 那我们就先走了 我们就不打扰了 谢谢了 谢谢 走吧 чув生 我们 怎么新的事 活脏 来 我们俩 defer 你一会儿 don't know 差了 耳朵不舒服 总感觉温温的小 不知道为什么 你试试看 按这儿 我也经常这样 你长会儿 没用啊 使劲 使劲的也没用啊 别动了 这样 是 好点好 还要试好的 嗯 小野 小野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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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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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你 他答应了 他跟我说 路上注意安全 然后呢 没了 你有病吧 你有病吧 他那是关心我 那就说明我们俩还是很有希望 你抽什么疯啊 人家那意思是让你快点走 你有什么希望啊你 你闭嘴吧你 懂不懂 懂得比你多好不好 好 给萧嫣的 你管 那你过去 就是给萧嫣的 这脑子疼啊 脑子疼 没事 你开心就好 干活去喽 拜拜 拜拜 肖医生 早 还没吃早饭呢吧 我吃过早饭了 要不然你留着 没事 吃过了还能再吃一个 今天上午还有那么多工作要做呢 需要体力 这个咖啡豆 是我偷哥们儿从 我请了 接个电话 杉莉 你的网络也通过了 很棒 欢迎回来 谢谢凯特琳 谢谢 拜拜 拜拜 妈 妈 小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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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你 我还活着吗 你活着 你当然是活着 我就说 我命应吧 我命应吧 你命应 你命应 主人 您快去看一下吧 怎么了 有个酒婚子打下受伤 护士长刚问了两句 他就刷酒疯打了护士长 什么 快去干嘛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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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 你干什么 江湖 你握手 快去江湖 快去江湖 快快 握手 走快 走 你没事吧 你怎么回事啊 我想趁着腿了 你慢点 没事没事 来 你搭着我 慢点啊 我来湾子服 我自己来 太凉了 我自己来就可以 那我给你拿个毛巾去啊 疼吗 我突然发情 谢谢你 又一次这么照顾我 好像有事 这样就想拿你的 恁兴出事以后 你的难处 你的辛苦 其实我都看在眼里 作为同事 也帮不上什么忙 我承认我对你有好感 但是我真的特别理解你 我也特别尊重 你和仙云的感情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打扰你们 仙云走了之后 我知道你心里没有多难过 但是生活 毕竟还是要继续的 不是吗 所以我能多帮你一点 就多帮你一点 不管是在工作上 还是在生活中 你的心思 我都懂了 对不起 不难过 我们俩作为同事 一起并肩作战这么多年 其实 多少都是有点默契的了 今天这个事情 就算是换了别人 我作为急诊科的主任 也应该站出来的 谢谢 咱们俩就不要说这种客气话了 你那腿 没事的 岁数大了 就容易撑着 一会儿添个膏药就好了 那我去给你拿膏药吧 不用 不用 你给我坐那儿 不许动 你现在的炎症刚好 回去以后要注意不要过于疲劳 饮食要清淡 记得时常量血压 如果血压升高的话 要遵循医嘱 不用降血压的药 听到没 行了 姐 再要唠叨下去 都跟咱妈匹配了 我这不是关心你吗 其实来这儿之前呢 是想着劝你怎么回去的 但是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 发现你最近状态挺好的 似乎已经习惯了上海的生活 所以你想留在这儿 我支持你 好了 姐 宋军千里终有一别 你们回去工作吧 你自己多注意啊 你自己多注意点 来 陪她姐夫 加油 放心吧 走了 拜拜 拜拜 她跟你说什么了 你想知道啊 就不告诉你 行 有事叫我一下 主任 你看一下这个 什么 新光明在网上发布了一段视频 鼓励其他中晚期肺淋巴管肌瘤患者 像他一样 我刚刚剩下了一个非常可爱的男宝宝 肺淋巴管肌瘤 是一种罕见的呼吸系统疾病 一旦到了中晚期是不允许认身的 那我又是怎么闯过这道鬼门关的呢 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知道你有了自己的孩子 想把这样一份美丽的心情 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种心情我能理解 但是你不能鼓励其他 跟你一样病的患者 不听医生的劝阻去怀孕 你知道吗 像你这样成功的案例 实在是太罕见了 你这样的一种鼓励 其实是在误导他们 最终会害他们的 你明白了吗 对不起啊 我没想那么多 我就是想给像我这样的患者 带去一点希望 你这样做很可能是害了他们 他们失去的不只是希望 甚至可能是生命 这么严重啊 那怎么办 那要不我再录一段视频啊 这样会有更多人知道你的病历 会把你当成榜样的 你现在应该把视频删了 不再发生了 好 那我马上去把视频删了 对不起啊 给你们添麻烦了 主任 有人在你办公室等你呢 谁啊 你合计者 合计者 他有什么事吗 可能还是因为那个肺灵八管剂瘤的患者吧 你跟他说我出去开会了 去看看吧 非常感谢陆主任接受我们的采访 那观众朋友们 接下来呢 这个摄像机能关一下吗 怎么了 陆主任这是 因为这个病历啊实在是不适合在媒体上播出 你先把它关了 我给你解释一下为什么 行 那先关了 你来采访肺灵八管肌瘤的患者 想必在之前你应该了解过这个病是吧 作为中晚期的肺灵八管肌瘤的患者来讲 怀孕是禁忌 一旦怀孕 会有很大的生命危险 可孙方敏他就成功了呀 孙方敏是个个例 这种个例是不可复制的 但陆主任你要知道 很多患者 他们是宁愿死也要生孩子的 这是天性 在母爱和理性之间 我觉得我们旁人真的很难体会 我很严肃地告诉你 患者这种不考虑自身情况的态度 我不会有什么态度 我会有什么态度 你怎么可以对我对他 就一直没人停连 想要跟那个人在想 没有任何人在想 我可以对他 这种不可能 那么他可以知 我能不能弄 他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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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把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作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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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 您找我 坐吧 你来咱们同山医院 ESU也有大半年的时间了吧 怎么样 还适应吧 一开始确实不太适应 但现在慢慢习惯了 怎么说 以前在瑞士呢 就是纯粹地作为一名医生 治病救人 来到咱们ESU以后呢 不仅仅是治病救人 还有一部分工作 是要跟病人的家属打交道 也正因为如此 更让我对咱们医生的定义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的确 国情不同 对医生的要求也不同 但我相信你的能力 能把任何复杂的事情 都处理好 谢谢 院长 我今天找你来 有一件事情 想征求你的意见 陆主任把ESU管理得很好 院里有生态的想法 之前你说可以在医院待上一年 我看你和同事们 都相处得很融洽 是不是就不走了 萧医生 你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医生 我希望 您能把同山医院ESU的担子 给跳起来 进来 老师 您找我 您到几点大半年了 这段时间成熟多了 是时候把你调回心外了 再不调 怕来不及了 把我调回心外 怎么 不愿意啊 不是 怎么这么突然 有什么来不及的 突然 我怕你在急诊 待习惯了 不愿意回心外了 当初把你放了急诊 这就是让你知道 医生看的是病人 不光是病 医术固然重要 但要学习 怎么和病人 和家属相处 这是一种医德 也是一种人文关怀 非常重要 要时刻记在心里 你要学会收敛 你那臭脾气和所谓个性 现在不错了 可以回心外了 老师 我知道您用心良苦 但 但我想留在急诊 想清楚了 想清楚了 回吧 没事了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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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叔 干什么着急忙活呢 你上天回瑞士了 探险还是度假 辞职 他要回去工作 你为什么要突然回瑞士 并不突然 我本来跟同山医院 也就签了一年的时间 前几天 我瑞士原来的院长给我打电话 希望我能回去 那也用不着这么着急啊 再说了 你这一年时间也没到呢 是不是因为昨天我 是 跟你没关系 那是为什么呀 我在瑞士那边 还有课题没有完成 我来这边也学到了很多 我希望可以回去把课题完成 还有 我父母也在那边 他们年纪大了 我想陪在他们身边 那你去了瑞士 还回来吗 我要先回去 把我的课题完成再说 我认为瑞士对我来说 也是更好的选择 但还是很高兴 可以认识你们 感谢大家 还记得 很高兴 过来 会儿 只能听见 又不要 还到 回去 慈悦 你 你 是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